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專題 今天就講特尼斯政變 如果大家有些印象的話 就剛好十年前 其實十一年前到十二月底至一月初 就是特尼斯的莫里花革命 今年十周年 當然阿拉伯之春就變成阿拉伯之冬 或者變成阿拉伯之核冬天 特尼斯十年來經濟當然都非常非常之差 其實他們面對剛剛的一個政變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沒有政黨支持 但是非常之強勢 很勇猛的總統叫做蔡爾德 就無緣無故炒了總理 就是你無故炒了總理 那怎麼辦呢 就凍結國會職權三十天 就用軍隊指著那個國會 真的是這樣 就是太黑車在國會門口 就是這樣 整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多利袁世凱 就是請一男子包圍國會的情況 就是快點投票啊 投票啊 那些東西 就凍結了國會 那特尼斯的政治秩序就是 基本上總統啦總理啦 國會是三權的 三權有個分工在那裡 那現在他就是 叫做 中斷了這件事 而總理也相當有趣就是 其實他是 覺得是願意交還職位的 就是他願意投降的 是 即是他的說法就是 退一步 雙隱衛國 渡過民主危機啦 這樣 那其實這次最拖頭是因為 其實經濟是非常之差啦 疫情之下又死了很多人 死了一萬八千人啦 那而其實他十年來都是 政治上不斷動盪啦 鬥爭啦 那而 2015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 諾貝爾和平獎 是當時 即是特尼斯 其實他幾個工會 合起來 去做一個四方陣線 去談的 那其中一個 是特尼斯總工會呢 即是因為你拿了 Lopel Price的嘛 那你倫常應該是 撥親西方價值啦 但這次他也是支持總統的 即是覺得 對了搞定他 大權獨攬就最好的啦 那特尼斯這個政變的問題呢 西方很尷尬 因為 因為你吹到他是神一般的嘛 即是活理花革命的模範來的 中東應該這樣走的 而確實現在中東剩下的 民主國家就隨意識裂啦 那就是剩下這個特尼斯的啦 那雖然他是這麼 在你們眼中自由主義者這麼壞啦 即是叫做處理了 那些政敵啦 用一些非不合法的方法 即是處政敵啦 那你都被迫著撐他啦 那所以就是這個特尼斯的情況啦 那我沒有理會革命 我就不用再說 因為整件事呢 是 也都早已預計了 即是說 你如果在香港 你去搞這些事情 或者所有地方搞這些事情 必然是導致一個這樣的結果 即是那個幻想 即是 我都說 民主、人權、自由 然後大家就有 Happy Ending 那些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分樂日子啦 那些就是 Happy Together 那些呢 那些是幻想到最後的王子 當然要溝很多女 對不對 剛剛 可能要打公主 那些之類的那些 那些狀況 就是必然會發生的 但是 蓬勞移民 即是 我一直都說 因為他搞成這樣 所以中國才不崩潰 如果他搞得好地地的話 搞得好地地 搞到什麼 中國已經崩潰了 即是 我覺得政治很科學 政治是一種科學 基本上是可以完全複製的 那些人經常覺得政治是一種藝術 其實政治是可以複製的 他這樣做就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 尤其是特尼斯本身 他本身不是一個很成熟的社會 他仍然是在非洲 非洲的 其實都是由長國的 其實都是由長國 你還沒做政治整合 你還沒做一個打擊打仗的政治整合 所以印度是對的 印度是不停地侵略 你才去做政治整合 你必須有一個經由戰爭 戰爭要不就是內戰 要不就是 大家一起合起來 侵略別人 一起去內戰 去做整個政治整合 他沒有做到政治整合 他沒有做到政治整合 他沒有可能能夠維持整個國家 你只能夠不斷綁著 如同盟帝國 綁住 你一做 如同盟帝國 或是像敘利亞 那樣的形式 你現在這個形式是綁不住人 民主的前提是戰爭 民主的前提是戰爭 所以你會發現 在海盜 英國和海盜沒有分別 在海盜 或是 烏龍兵 匪團 那些是比較民主 他們是一個民主的 必然是要經濟戰爭洗禮 才能夠有民主 說回特利斯 其實他出名的 三頭馬車巾局 就是因為總統總理 國會三權分立 所以一直都執行不到 沒有施政可言 總統發覺這樣搞不好 那我不如自己大權獨攬 那就似乎會好些 所以他是這樣做 因為特利斯 其實他除了疫情問題 也都因為近這十年八載 那個難民 和ISIS的問題 令他的旅遊業 是崩潰了 因為他是靠旅遊業 賺錢的地方 那你西方讀過下書的人 都知道 Cafech 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我會去特利斯 看看當年 漢尼拔的地方 是 有這些打飛機的功能 但是大家都沒有 而另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隔壁的國家都失敗了 那利比亞的富豪 都離了特利斯 所以他們在圈地 加盟北遼生 之類的情況 所以利比亞的富豪 他應該都有些錢 有些錢 因為很多石油大坑 其實利比亞當年是挺有錢的 人均GD比他到 有萬多美元 聯合國的人 法治數0.8幾 是很高的 是20年前的萬多美元 不是現在的萬多美元 真的很誇張 是很好的國家 但沒有辦法 為民主族犧牲 像是香港很好的地方 也是為民主 作出犧牲 特利斯就是這樣 我們扯回利比亞 就是可以說完 其實這樣說 這刻以前 都沒有很好的國家 就是民主民主 有多少邪惡假語之名 而利比亞現在還在內戰 就是三個國家 所以就突來突去 不知道做什麼 而最搞的就是 阿卡達菲的長子 就死了 但第二個兒子 判不到他坐牢 就是留學LSE的學位 叫做蔡爾夫 他現在在利比亞的民望很高 那如果搞選舉 就是他的調查 那些事情 他應該會做總統 但他開始懷疑卡達菲 其實跟我們之前說的 菲律賓一樣 就是 說你搞來搞去 人民力量革命35年 你又是貪污 馬可思貪污得來 他又做事 那我不如搞回卡達菲的兒子 好過了 哈哈 搞來搞去 又是 就是不如走回原點 就是一個混蛋 但是他做事 他貪污不要緊 但是他做事就OK了 是 大家經過了十年的教訓 就發覺 一個貪污而做事的人 是好過一個貪污不做事的人 那麼簡單的道理 就搞了十年了 但是貪污是一個必然 是搞不好 就變態 如果一個又不貪污 又做事的人 那個就是以前的共產黨 你又覺得對不起 還有一個很變態的人 你會覺得共產黨 那你就覺得對不起 以前的共產黨就是這樣 撤掉他的時候 你就自己出走了 然後就罵他 對不對 那你就不貪污就做事 那你就這樣 當年六七暴動的時候 我不是出生了 但是看一些書法 都很過癮 就是那些左派點示威 就是拿著毛主席 再加上他全家產的照片 即是他全家產 他說毛主席都死十個了 我怕什麼 整個都乖 毛主席真的死了 毛主席真的死了 什麼毛澤譚 毛澤文 全部死了 他兒子也死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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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一個癲 還有那個孫子也沒有生 不知道 這些不 那些乖的 我們沒有心狗 哈哈 然後他老婆也死了 楊開也死了 對 全部都是病頭 剛性 還有比較似仰的 蘇聯 那是賀子珍 所以後來發覺 大家都是喜歡獨裁 而且是兇悍 但他又做到下野的人 那個叫上帝 上帝 耶和華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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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就是喜歡耶和華 所以其實你對那些人民太好 你對那些人民太好 所以我說李維琦的蠢西就是這樣 你還經常都要跟那些反對的人 你願意打他 是這麼賤格的 你願意打他 你願意聽話 你願意給他好東西 他就要暴動 他就要更好的 這個世界是這樣 大家不明白 那件事是天性 你對狗 你要訓練狗 你也要對牠有點兇惡 他如果不行 就要打他 那件事是這樣 那件事不是可以 不是可以做什麼 就是人欠戰格 人欠戰格 你對他好是沒用的 所以統治 大家都是不懂統治 那些人就教你 就教錯了 結果那些人都亂了 其實就是這樣 你不聽話就打你 就是這麼簡單 之所以現在 美國所有的國家 之所以有今時今日 你只有兩件事 就是你打他聽 要是跟他一起搶人的錢 要是大家一起做賊 要是大家一起做賊 要是大家搶他 我再去打你 如果沒有辦法能夠維持 那個和平 整個國內的和平 那些秩序 沒有辦法維持政治秩序 那時候讀書 也是讀神話學 有一個卡式的故事 就是 應該很多民族都有的 就是一個父母 是一個無所不能的混蛋 然後管治得很好 然後那些人就受不了他 那又是一個混蛋 就是一個兒子 他就把這個父母 自己又變成一個混蛋 自己又變成一個混蛋 就不停地輪回到他的管治 就是暴虐社會就是這樣 然後你找到一個好 然後你換了一個好的人 然後那個好的人就整化了社會 其實崇禎挺好的 其實明朝最… 不要計人中 最善良的就是崇禎 就是政治良的就是崇禎 他就聽了你的儒家 所以那些人不就是信 即是儒家系統和美國的民主系統 那些是一樣的 你相信他就死了 跟中國人現在一樣 就像三體那套科幻小說 其實那是一個政治故事來的 邏輯就是一個混蛋 他是一個很冷酷無情 但是你搞我一定是攬炒的人 後來你換了一個聖母情深上來 那三體人就立即入侵地球 令到地球就燒光了 那就是陷球產了 那這些歷史的教訓和故事 很多的 人類的本質他都是有一部分的崇拜權威 你不能夠離開 所以我覺得整個民主思潮 就是民主思潮就好像當年的時候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你們明明說自私的基因 你就說基因是自私的 然後你就說民主 你就自然會走到那個狀況 我覺得本身是違反的 你就是違反了基本人性 那樣東西你是不會存在的 就是違反了把歷史是不會存在的 這個特尼斯是其中一個經驗 有無數經驗 但現在大家都不是憑著那些經驗而相信那些東西 就是大家都是喜歡 聽大話 大家喜歡聽大話 跟女人一樣 就是要打才行的 是 我認識一個男人 是 我認識一個男人 也挺帥 近年紀大了四十多歲 我認識一個二十多歲 很帥 他就是揮金如土 厲害 說話非常好笑 幽默風趣 揮金如土 非常之厲害 就是無敵的 是 他自己賺了錢 做得到 自己賺了錢 但脾氣極度飄忽 極度暴躁 極度飄忽 極度暴躁 你根據他 就是一個聰明全定 你根據他極難的 而且一言不合 就會打你 但一女人很喜歡 我認識一個美女 他就說 他很喜歡聽她說話 被打得開心 即是有charisma的人 很有charisma 毫無疑問 即是出來 很有charisma 即是他可以認識一個女 他認識一個女孩 譬如在Hermers認識一個女孩 他好像Hermers認識一個女孩 好像LV 即是你想賣LV 用LV 厲害 很厲害 對 你也買來用 你一做賣的 你一做賣的 就做賣的 但他可能你在床上服侍得不好 他會打你一身 但也可能他會對你很好 即是甜言物語 即是他很飄忽 很飄忽 冰火二重天 很飄忽 但那些人很喜歡他 因為他真的很好笑 大家搬到這些才受歡迎 就是忽然間 忽然間就打你一瓶 沒錯 是很飄忽 很飄忽 揮金如討 很潑老 他就這樣說 左手身一身 貴於你全身 厲害 接著他跟你說 很討厭那些車 駕駛那些 很便宜那些 賣的入門買快利那些 那些實在太便宜 我的車不會便宜過一千萬 明白了 即是這樣的 所以卡達非受歡迎 我真的美女為敵 幾百人 我們先說這麼多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記得Like Share 和Comment 和Subscribe 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還有希望大家利用大家的社交媒體 將我們的頻道的連結 傳給你的親朋戚友 讓多些人關注 和多些人看我們的亞洲電視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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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